嗨 各位好 我來跟各位分享餵食腳蛙 這隻是霸王腳蛙 霸王腳蛙 霸王腳蛙好不好餵食 其實 蛙對我來說 沒有說好不好餵食 就只有 他生病不吃 跟挑食 緊張壓迫 這幾個因素而已 這隻腳蛙是非常 貪吃的 生物之一 對啊 如果你真的遇到挑食的 那你就得 多花一點時間 調養好不好 你看我們這隻霸王 丟 為什麼不要我跟各位講 因為這裡有水 我怕 是不是有菌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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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動 我也不動 再丟一顆 動 很有趣喔 霸王腳蛙其實 他們消化系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慢喔 所以各位 你可以 在秋冬這個階段 拉長時間 7天以上 再餵食一次就好了 每次餵食都不要 太多太飽 可以嗎 沒問題啦 吃夾子 吃到了 肚子這邊還有一顆 啊 你會掉到水裡面 這顆就不要了 因為他看你的夾子習慣 就會跟著你的夾子動 像 網路上啊 然後挖油他們也有用那個 那個什麼 線啊 把飼料綁在線上面 這樣子搖晃這樣子 我是覺得也OK啦 但是重點是你衛生 要做好就好了啦 對啊 欸欸欸欸 你看我在他手邊 食物在他手邊 你看 他自己有可能撥上去吃了 這顆先放旁邊 因為他還沒吞完 他肚子下面還有一顆 霸王腳蛙以前沒有想像中這麼難餵食 你也知道喔 在這裡 哈哈 各位看他這樣已經吃四五顆了有沒有 其實他這隻蛙 因為你這樣子距離看了 他現在目前應該 有3.6到3.7了 快到4公分的蛙 這個飼料齁 他沒有很大顆 而且他 不會像某些品牌的飼料會脹氣齁 我給各位拉近一點給你看 欸欸 這樣看得清楚嗎 欸 這樣子咧 跟我的手指來比 你有沒有看到 它多小啊 這是非常小顆的飼料 這是非常小顆的飼料 對啊 欸 手邊這邊還有一顆 手邊這邊是最後一顆 手邊這邊是最後一顆 來換方向 再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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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對 好乖 這裡 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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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ok啦 我們先穩一下環境齁 沒有 那個不是尿 這個不是尿 這是水 吐出來了 吃太多喔 那我就把它夾掉 喔不是啊 咬斷了啦 他是咬斷了 那這就不要了 ok 我跟各位說過 飼料不用省啊 寧可讓你挖吃 乾淨的食物 也不要讓它吃到不乾淨的 ok 這個就是 綠霸 各位看一下 綠霸王 嗯嗯嗯嗯嗯嗯嗯 ok好謝謝 好謝謝